白内障是因原先透明的水晶体变得浑浊 光线和影像无法被传送到视网膜上 导致患者视线模糊、视力下降 是每个人都可能碰上的老花现象 其实目前相当多长辈还是停留在比较过去的观念 他们会认为说白内障是要放到成熟才能够开刀的 但实际上现在手术方式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会建议在白内障已经影响到视力的状态下 尽早开刀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手术过程 以及让他的手术后恢复会比较快 人体眼球就像相机 角膜与水晶体是镜头 负责帮助眼睛对焦 而位于眼球后方的视网膜及黄斑部 则相当于相机底片 负责感光与成像 最终透过视神经传递讯号到大脑 要有良好视力 这些结构缺一不可 由于现代人3C产品使用需求大增 糖尿病这类慢性病 患者数量逐年上升 使得多种眼部疾病也有年轻化趋势 为视力退化所苦的民众越来越多 因为我的母亲本身其实就有糖尿病的病史 那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会有引发一些 视网膜病变也可能让白内障提早发生 在白内障手术前呢 我们都要帮患者做非常详细的检查 看他的最重要的黄斑部 视神经这些感光的功能 是否有受到影响 然后也会检查他的眼球长度 脚膜的曲度等等的 那也会帮他规划一下说 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呢 是比较适合他 我母亲呢 因为他的白内障也算是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当时我们是建议说 利用目前最新的飞秒雷射手术方式 可以降低整个手术过程中 所需要用到的能量 大幅缩短手术后恢复的时间 每个人的眼睛状况及用眼需求都不同 除了术试之外 在人工水晶体的选择上 也是因人而异 黄院长的母亲因糖尿病造成黄斑部退化 选择具有散光矫正功能的 单焦点散光水晶体 术后保留约200度近视 在一般阅读及看手机的情形下 可不用佩戴眼镜 出门看远处时再戴眼镜即可 我也同时帮我的舅舅 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做了白眼镜手术 那他的状况就完全不同 因为他虽然是高度近视 但是在我们术前检查 发现他的黄斑部跟四层经 都是相当健康的 那加上他的工作性质 是算是有在跑业务 但同时又要看电脑对障 所以他需要看远跟看近的需求 评估后认为他的条件合适 建议他可以使用三焦点的水晶体 让他看中看远看近 都是可以不用戴眼镜 每个患者我们都会跟他充分地做讨论 再来做最适合的水晶体选择 除了治疗之外 黄宇轩院长提醒 民众于日常用眼时也应注重保健与防护 近距离用眼 建议每30分钟休息10分钟 必要时适当热敷 也能帮助舒缓眼睛疲劳 尤其年长族群 眼部可能已有退化 或因其他三高问题导致视网膜病变 建议每3到6个月 及安排一次定期追踪 以其及早介入眼部问题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导